愛麗鼻子 透過氣味以訴說在地故事的愛麗鼻子 榮獲第一屆2023朝響基隆倡議針見競賽的第一名 報回了22萬獎金 我們這次的主題是女屋的香氣茶吸索 那主要是運用基隆獨特的這個防空洞的場域 然後結合我們最擅長的客製香氣 然後創造一個很特殊的遊城體驗 那希望用香氣說地方的故事 讓更多外地的人可以看到基隆的魅力 然後進而喜歡上基隆 而以海洋永續生態飲食理念作為基礎的食口房 榮獲亞軍報回了12萬 用最單純的方式對待一隻魚 然後讓這隻魚的經濟效益 還有讓大家可以吃到最好最好吃的魚貨 第三名則是由建立 藉由永續食魚教育基地的海大瑞斯家族獲得 這提案的主軸是設計我們的永續食魚教案 那以從生產到消費的這一段 都可以形成一個永續的產業鏈 那從海洋教育著手來推廣我們基隆的水產品行銷通路 產發處祭出高額獎金 鼓勵青年朋友們以創新的思維和熱情 投入到基隆的發展中 很開心可以看到有那麼多的年輕團隊 創意團隊 然後把我們的山和海 然後透過他們的行銷 透過他們的包裝 然後重新的詮釋給所有的 這個不只基隆市民 給我們全國的民眾讓他們知道說 其實基隆真的很漂亮很美 歡迎大家有空就來走一走 透過計劃 青年將創新思維融入仙人的智慧 運用不同的視角 串接基隆文化 油氣與產業資源 計劃成果展還在太平七鳥三樓展出 未來還有機會可以在電商平台 購買六大油城及體驗 記者蔡小鈞 基隆報導